大家好,今天是2月22日,星期四 今日市又是升升跌跌,A股又繼續升 站在2900上,因為2900上 2900是很多國內雪球合約的爆煲位 所以爺爺一定會托著他,等他不用爆煲 很多投資者就不用損失 再其次,爺爺有些人透過沽空 他不是真的沽空,大量沽出 因為他知道在哪裏可以買回來 所以他在10元沽出,8元賣入 他中間就賺了兩元 而他的股票量是沒有損失的 所以那間是一時忘記了,好像叫零不知什麼 所以他昨天在19日,實質上 他買多了1億8千萬元的股票 但是由於他這樣,啪一聲沽出來 容易二十多億,沽了他下來 然後再買多了1億多 那二十多億,當然 上面又是高位沽,低位買回來 他便即是賺了 那這些所謂的量化交易的基金 他便這樣殘舍 那即是你作為我們一般的散戶 那就很容易死掉 所以其實,國內對這些應倍量化基金的事情 做法就是 你有想做的,你先報告了 然後再做行動 那間就是沒有做到先情報 就行動 所以被人罰,他停了三天 那你罰停了三天的時鐘 那便會產生很多樣東西 很多你其他的類似的 所謂的量化基金 你就不敢出來 不敢出來,市的波動就會平靜了 那你會說 哇,平靜了之後 市沒有波動 那我想問大家 我們作為小投資者 你喜歡大波動 升十元,跌十元,升十元,跌十元 還是跌一毫子,跌一毫子,跌一毫子 升一毫子,升一毫子 對於我們來說 小波動 我們是容易處理的 所以 我們是屬於拿刀仔那一排 就不要走去被人的機關槍掃死 作為做監管機構 我是絕對絕對認為 它是需要保護我們小投資者 我們這些是肚子 當森林裡沒有肚子 的話,獅子也會餓死 那獅子有獅子要做的事 肚子有肚子做的事 肚子是吃素 然後獅子是吃肉 我們只需要很少的 你給我一個蘿蔔仔我吃 如果我們這些冷肚子吃到蘿蔔仔 強健起來 整體的經濟才好 我很記得 航生有一句說話 那些人 就說一些地產商 肥到都穿不到襪子 你還要去加價? 當然 在這點裡面 就是 因為他不是做地產 他做賭場 當然他沒有這樣的考慮 不過劇說了一樣對 不要 真命想著不要 winners take all 我們做監管機構的 是要監管著 不要被winners take all winners OK 你 win 沒問題 不過不要 take all 如果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會被逼死很多人 這樣經濟就不能發展 因為人人都窮 至少1%的人是富貴的話 我們99%的人都是做奴隸的 這是一個摩登的奴隸社會 以前的奴隸社會 就是人家用武力 現在就用財力 所以希望能夠聽聽入耳 國內已經開始一定這樣做 市場是需要開放 問題是開放到多少 好像我們需要吃鎮靜劑 止痛劑 是需要的 不過 不是媽咖啡 是可以隨意地施用 是有監管下施用 好了 講完了 明天我可能會再講 希望做到 我們看看國內的事情 如何對這些 量化基金交易 認為很好的事情 這些其實就是以財靈人 這樣叫做是厲害嗎? 今天的市場升升跌跌 因為要整顧一下 煤炭板塊還是非常好 好 我們再其次推推 煤炭板塊是南窩壁 你看看Mongle mining 進行融化等等 那樣東西都很高 所以這些都可以去考慮一下 再其次就是有些半導體 半導體請看得上升 美國又說 再繼續制裁中心 所謂的 反正都是這樣的 繼續打 打的時候 另外另謀出路 好了 我們再其次 有這個 化學製品 化學製品 一邊升的話 看著 其實也是工業 可以是活躍的另一個 側面的測量劑 那公共事業 這些全部都是電力方面 再其次就是這個運輸 運輸 運輸也好 就代表物流是長黃 好 我們先看看 很多這些東西裡面 中國中藥由於被收購 所以升了20幾% 那麼這些 你沒得行的了 別人被收購 你怎麼行呢 再其次我們看看 其次 其次呢 其次呢 在這點裡面 起到這個 是165地區 要首先作整固 那這個我又再划一條線 165地區作整固 沒問題的 整固 就是這樣 現在暫時 還未認真 升得破這些關鍵位 這些關鍵位 這些阻力位 很多的 那一定要升穿到 去 是1,0007 左右 才可以的 那我看看 這個位 是多少 這個位 我看看這個位 不是 172 173 所以 需要升穿到 172 173 是突破了這些 這些位 然後呢 你才可以再去 再去 172 173 才可以再有條件去挑戰 這裏這個位 那這邊這些位 有多少呢 上面這些位 這個位 這個位 大約是 這個 最高是 183 就當是 185 這些這樣 所以 173 就可以看 185 我個人的傾向體 是可以去到 173 至 185之間 的 比我傾向體 是 183 這個很簡單 好嗎 那 如果你要 真的 哇 不幸運 跌下來 跌下來 哪裏呢 跌下來 就是這裏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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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5977 我想 又不需要 高一點 162 就是這樣